大家好,我是格子 我们身边的叔叔阿姨聊的最多的话题 就是你养老金发多少 那咱们今天就来聊聊养老金的话题 那么退休的工作人员 一个月可以拿到6000的养老金 在全国算一个什么水平呢 那每月6000元的养老金又能过什么样的生活呢 我们都知道2016年 全国的平均养老金是2300元左右 那么我们都知道这几年 我国的养老金每年以5%左右的涨幅 在不断的上涨 那么到2019年的时候 据统计我国平均的养老金 就达到了2700元左右 那所以说如果说你一个月 能拿到6000元的养老金 那在退休人员当中 工资就算高的了 但是咱们只是相比 全国平均养老金的收入 你还得看每个城市 如果这6000元在一个小的城市 比如三四县城市 比如洛阳 那你可能就能过上非常富足的生活 那如果你这6000元拿到北京 那也算这个养老金当中 偏中上等的这个档次了 因为北京这边的消费比较高 所以他这边的养老金就相对高一点 北京这边的养老金平均是4100元左右 所以如果你拿到6000元的话 那还是比这个平均水平要高出去很多 那每月6000元的养老金 可以说都赶上这个国家的事业单位 还有机关的一个工资了 你像公务员 你像这个退休的教室 工资也就是六七千块钱 退休工资 有的小城市甚至还没有那么多 所以6000元的这个退休金 无论你在全国的哪个城市 都可以过上这种衣食无忧的生活 甚至每个月还能存下一切钱 用于这种旅游或者健身的消费 好那朋友们 那你们认为这个每个月 能领6000元的这个养老金 可以过上什么样的生活呢 在全国算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呢 有什么想说的 欢迎在留言区留言 咱们相互交流 好那这期的视频就到这 喜欢就关注 请不吝点赞